大家好,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APC的测试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简单了解这个HHVM 好,下面我们开始 在08年左右,Facebook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将他的大量的PGP转换成世界家代码 用来提高性能,达到节约资源的一个效果 最初他做出来这个项目 最初的版本是叫做HP HPC 它是一个PHP到世界家的一个编译器 到后来就成为了他的这个HPOP 而我们的这个HHVM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HPOP的虚拟机 也就是他会把我们这个PHP代码转换成高级别的这个字节码 这个字节码也是中间语啊 然后在运行的时候通过我们的这个GIT编译器 将这些字节码转换成X64的机器码 在10年初 Facebook因为这些问题做出了两个重大的决定 首先他将HIPHOP开这个平台开源 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快HIPHOP发展 其次Facebook开始开发HIPHOP的更高版本 也就是我们这个HHVM 它加强了DEM的这个建状性 还修复了许多重要的错误 它是在以前的这个基础上 这个HPHP-C它的基础上构建的 它会将PHP代码转换成高级别的字节码 它的HHVM单独安装的话是很简单的 官方也给出了各种操作系统的这个详细说明文档 它的官方网址呢 是www.hhvm.com 还有GIT HOP上面也有一个地址 叫做ghup.com 然后Facebook HHVM 主要是用于替换PHP 平常的这个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LAMP 对吧 或者NMAP 结果我们可以替换成LMH 因为后面这个H的也就是HOP 好 这个呢我们会有一个解答的安装的这个介绍啊 因为我自己的虚拟其实是装的是Ubuntu是4.04 并且是64位的啊 注意我们这个SSVM它要安装在64位的基础上面啊 而我在安装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参考了一些文档 首先我把添加一个圆 然后我做一次更新而紧接着我就安装 但是安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报错啊 它里面会有一些 依赖需要我们这个 去安装 Auto Automate还有一堆啊 我们在安装过程中要注意它的报错信息 如果哪一个报错了 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找出来 然后看它到底是缺少哪一个依赖 我们就可以给它装上就OK了 好我们来看一个实例啊 我现在有一台虚拟机 是装好了我的这个HSVM的 我打开它啊 好 这台机器 这台 这台机器是我已经装好了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HPHP-5 我已经达到了这个效果 对吧 装的是3.5.0的这个版本 然后 我再看一下我的这个 nchex下面 看 我看一下我的info 你看我的info里面 就直接写了一个php info 对吧 来 我打开我的浏览器 看一下 你看 我刷新 它就直接输出了key hop 对吧 好 然后回到我的这个目录 我们 检查一下我这个 test cpu的这么一个代码 你看 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计算是吧 肥波纳切数列 这么一个计算方式 然后我要运行它 来 我直接php 让cpu 对吧 好 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执行一下 你看 它能0.732 这肯定是那个 肯定是 因为我的php 它已经是key hop了 所以用的是sum wm在执行 对吧 看 我可以这样执行它的 来 我们也执行一下 看 是吧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运行的实例 好 这一刻 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